看微臣世界,物佛法皮毛。大家好,这里是志祥看微臣,我是志祥。 油菜最古老的国家。全世界栽植油菜以印度最多,中国次之,加拿大居第三位。油菜可粗分为小油菜与大油菜两种,是世界性重要四大油料作物之一。 小油菜又名中国油菜,是中国栽培的地方种,属早熟品种。大油菜又名西洋油菜,欧洲油菜,属晚熟品种。 欧洲油菜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物种。大约在12500到6800年前,由白菜和甘蓝菜天然杂交,自然加倍而形成的一元四倍体。 油菜花呈黄色,四片花瓣展开后形成典型的十字形。由于欧洲油菜有美丽鲜良的黄色花朵,因此它也可以作为一种观赏植物。 而油菜花甜则一直都是摄影和写生爱好者向往的地方。 近年来,在网络语言中,油菜花一词还常常被用来夸奖那些有才的人,因为油菜花一词的谐音是有才华。 油菜是种子植物油的重要来源之一。 其种子油还用于制造润滑剂、润滑汁、青漆、肥皂、树枝、尼龙、塑料、蛆虫剂和药品。 油菜除了可以被当作油料作物,有的时候也被当作动物饲料来使用。 在油料作物种植中,欧洲油菜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,成为仅次于大豆的油料作物。 同时,由于欧洲油菜的种子油在燃烧时所产生的空气污染比较低,而且具有可再生性,越来越多的人把其当作一种很好的绿色能源,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生物燃料来使用。 由于油菜是植根系作物,根系较发达,主根入土深,因此种植油菜时要求土层深厚,结构良好,有机制丰富,既能饱肥饱水,又能疏松通气的壤质土,在弱酸或中性土壤中,更有利于增加产量,提高菜籽的含油绿。 我们接下来就要看看它们的花粉是什么样子的。 十字花科是植物中最繁盛的科之一,大约共有338个鼠,约3700种植物。 其中有许多种还是人类经常食用的蔬菜,比如油菜、大白菜、小白菜、西兰花、花椰菜、萝卜、甘蓝、卷心菜等等。 长期食用十字花科蔬菜有助于维持身体健康,为人体提供多种保护,不仅可以抗炎抗菌,还能预防癌症发生。 比如花椰菜,即花菜、西兰花等十字花科蔬菜中含有丰富的钙、钙、钠、铁等碱性元素,属碱性食物,在维持人体内的酸碱平衡中起了重要作用。 研究发现,十字花科蔬菜摄入量每天增加10克,颈动脉壁厚度就会减小,而其他蔬菜品种并没有显示这种关联性。 此外,英国的研究人员通过小鼠实验发现,十字花科蔬菜在肠道中被消化时会释放化学物质银朵3甲醇,这种物质是一种肿瘤化学预防物质,能诱导癌细胞的掉亡,而对非肿瘤细胞则是安全的,无细胞毒性。 因其高效无毒,天然抗瘤的特性,银朵杠3甲醇可作为肿瘤防治药物的最佳候选之一。 美国的科学家通过对小白鼠的试验确定,西兰花对预防膀胱癌具有重要作用,而且生食西兰花抗癌效果更好。 此外,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团队通过研究发现,用十字花科蔬菜制作成的泡菜不会破坏其预防癌症的功效。 因为十字花科蔬菜在泡菜发酵过程中,蔬菜中富含的银朵3甲基可以转化成具有更显著的抗中性粒细胞白血病作用的化合物。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谢谢您的收看。 喜欢请点赞、关注、点击小铃铛。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